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蓝云岛我们称之为 崩树路岛武 就是人的岛屿 它是在台湾东部的 东南方的一个小岛 蓝云岛没有汉人的 没有汉人族那边 都是我们达武族或是亚美族 基本上从近代的历史来说的话 最早应该是1624年 荷兰的船在外面看到了这个南云岛 所以他们就称南云岛叫做 Tabaku Motel Motel Tabaku Island 这个最早的 然后再到中国的宋朝 也有看到这个南云 然后再到所谓的1772年 这个是清朝 也就是清朝政府 在1772年 然后南云才被外面的人看到的第二次 到后来是1897年 日本人的一个第一个人类学家 叫做鸟居农场 好像是Tadao Tadao Toroi 他最先来到南云 所以日本人是第一个登上我们南云的岛屿的 在1897年的10月21日 然后才一直到所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 也就是1945年的8月之后 才有中国人才到来一来 可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岛屿的历史 所以这个叫做殖民者被看见的历史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应该我在十岁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 我未来的路子是要靠自己 我十岁的时候 所以我在国中毕业应该是1973年 我很顺利地考上台东的高中 所以我应该是十六岁 到了大岛的台东市的一个高中 在那边念书 可是因为我是独生子 我父母亲 我家族 不让我去台湾念书 你在兰娱 抓鱼照船就好了 说台湾的汉人都是骗子 台湾的汉人都是坏人 你不要去台湾 可是我的问题不是在台湾都是坏人 我的问题是我要自己去开创我的梦想 所以起初我的父母亲 我的家族都不让我念书 所以我坐上船 因为那时候没有被 我坐上船的时候 这个是船要到台湾 我妈妈在这边 她说你现在还可以跳下来游泳 你就可以不用去台湾了 可是我说妈妈 是的 我可以跳下来 还是可以游到你的身边 可是我要有更长远的路 我要去台湾念书 我妈妈说 她说你念书没有用了 你念什么书 那个不是我们打雾人的书 你要念汉人的书 你以后回来会变成中国人 会变成汉人这样子 我还是可以跳下船游到岸上的 可是如果再跳下船 再游到岸上 尤其我的一生就在南云岛上 所以我的眼泪就停下来 就说我要面对我的未来 好 我就去台湾考试 我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的成期 就是我的那个成绩 考试三年的成绩 可以保送师范 台湾师范大学最好的学校 可是我拒绝去念那个大学 因为那个大学是国民党培养的学生 我拒绝念那个大学 因为我不想被国民党控制思想 我不想被中国历史控制我的思想 所以我拒绝念那个师范大学 最后我又再去做苦工 我跟所谓的那个后运搬东西 然后搬水泥 然后搬很多很多 做衣服的那个布料 很多做苦工 来养活至自己 所以逐渐认识了台北 原来说我以为到了台北之后 我会实现我的理想 结果原来我的理想是空的 所以所谓空的理想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考上大学 所以很累很累很累 那个时候在台北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苦 后来到了1980年吧 1980年的时候 我就再认真 我就才考上丹江大学的法文系 有一年我们在念法国的小说 那个小说一个是 Petit Pants 那个不太有兴趣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个雷同学 他这个主角要死掉了 那个牧师一直要为他祷告 可是那个男主角拒绝 那个牧师或是神父为他祷告 我一直在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 那个我说 这个就是小说嘛 我就算 可是在思考的同时 第二天第三天 我还是要面对我的肚子的饥饿 原来台北这样大了一个城市 最后他不是我的梦 苏醒的地方 不是 而是我的理想破碎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候 我开始认识了 所谓的国民党 当时台湾的政府 欺负台湾的远镇 当时我们叫做三地三邦 后来我有小孩了之后 我爸爸从兰语到台北看我 我爸爸说 孩子啊 回家吧 你在台北不会累吗 台北没有祖先的灵魂在这边 说孩子回家吧 你愿意让你的小孩 在没有大海的地方成长吗 你愿意让你的小孩 在台北 被台湾人欺负吗 回家吧 你只有从海洋 才看得到 你的存在 只有从海洋 只有从我们的文化 你才知道 你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在台北市 是一个退会的人 没有用 应该我是五岁的时候 我的祖父跟我说 他说 一个男人一定要会造船 一个男人一定要会抓椅 这个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的爸爸说 大海就是把我们的民族 羊长大的 而我从小就记住这个话 可是我去台湾念书 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学校的老师从来没有谈过 什么叫做海洋 学校的老师从来没有谈过 海洋的故事 雨泪的故事 所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才知道 汉人不是海洋民族 汉人完全不了解海洋 可是我从小就 就是了解这个海洋 可是为了要 学习华语 学习汉字 我非得要靠自己考大学 这个是 是同时进行的 这里面最大最大的 一点就是 我的父亲告诉我说 人要花时间 去学习 那个海洋的情绪的变化 海洋的情绪的变化 就是说 指海洋跟月亮的关系 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潜水抓鱼 后来我爸爸就说 你一个人划船 在晚上补飞鱼 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我爸爸没有叫我划船 他说你上船 你就会划船了 然后你你下去潜水抓鱼 你就会潜水了 所以我潜水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一直在潜水 后来原来海里面 有太多太多的知识了 是这个知识 是属于我民主的知识 原来我们说是 身体要先到 那个知识才会来 所以我回到莱宇的时候 是我自己找了 自己的生存的本能 原来中文和话语 法文只是让我知道 有这样的国家 中国有中国人的文学 台湾有台湾的文学 法文有法国人的文学 可是那些文学 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对一点影响没有 所以回到莱宇的时候 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 就是说原来我是住在 蓝鱼岛这个星球 才是我开始出发的地方 所以真正给我的知识 是岛屿的环境 我经常一个人这样 经常一个人泉水 二十三十公尺 每天 经常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去开发自己的路 很累很累 可是我自己得到见过的知识 是我自己去寻找的 同时再去看书 我想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可以说是 就是说 我抵抗有一些汉人的东西 我抵抗汉人的政治 抵抗汉人的文化 是因为汉人不把我们的文化 当作是文化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挣扎了很久 有很多很多的传统的事物 传统的知识 也在现代化 逐渐逐渐地被漠视 不太在意了 可是我发现 自己的传统的神话的故事 传统的达达拉 传统的抓鱼 有太多太多了 哲学和我民主的智慧在里面 在这种程度上 产下的地区 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只是和生产出鱼 以小学生的生活 而不是害羞的 不可能会记得него福音的 那么他们的存在 我们在内部的事情 但会有点赞 进步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赞 贴婚 自然而言